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们这一集的影片是文具店人生 要来参观的是日本东京营座的伊东屋 这间店据说是日本东京最大的文具店 我在先前来东京的几趟旅程里面 都没有安排过这个景点 这次终于来了 非常的开心 据说里面每一层是不同的文具类型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些好物吧 很期待 走吧 好 各位看到这个巨大的回文针招牌 都知道营座伊东屋到啦 这一栋是伊东屋的本馆 整栋有12层楼 超过8楼以上的楼层我们没有逛 不过光是前面的8层楼 对文具控来说就是可以泡整个下午的天堂啦 GoGoGo 伊东屋的一楼是卡片区 因为影片拍摄的时间是在耶诞节前夕 所以这个时间点呢 买放很多平面和立体的耶诞节各卡 很多款式都超级的精致 在台湾算是不常见的 那耶诞节过后呢就是过新年啦 所以这边还有很多年味比较重的卡片 这一类型具有时尚性的卡片很多 那当然出游必买的卡片也不少哦 非常精美 各位看一下打手服厅上来啊 这样子看好美耶 好的我们来到二楼 这边有伊东屋自有品牌的一笔尖 还有很多不同的杏纸 比方这一本营业花 它里面呢会有这样子一闪一闪的线条印刷 搭配可能是直书或是没有隔线的版面 还有这边也太多超爆美的杏纸本了吧 平常没有出远门啊 不知道现在这些杏纸 美成这样子是合法的吗 还有这种哦 封面看起来有很多烫硬的烛光 但它不是只有封面这么美哦 你看里面的内叶也都是表里如一的精美 真的不应该这么美丽耶 要是有钱的话 这一整面我真的应该是要全收 好看一下这边 楼里的小新风这里有很多哦 前面有提到 我们来这边的时间点是耶旦节前夕嘛 所以整间店有很多耶旦 还有迎接2024年的商品呈现 像是这一整面的年刻状啊 你可以拿这张小卡 写下你喜欢的卡片编号给店员 那和一楼相比 二楼这边还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小卡片 像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啊 它本来是张开双臂嘛 你写完内容之后呢 可以把双臂抱起来 就能够稍微藏一点文字 款式还有其他动物和耶旦小公公哦 另外这边 还有个很时尚的区域 摆放很整齐的单一色系纸张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同尺寸的赫卡和信封 然后这边呢 是可以客具画课卡的地方 你知道它们单侧信封有多少吗 有这么多哦 这些卡片怎么DIY呢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搭配不同的主视觉和下方的文字 学好图样之后 再来看想要使用什么样的烫金颜色 旁边还会有实际的展示 方便你构思自己想要呈现的画面 台湾的纸胶带爱好者们 现在使用PET材质的比例比较多 那日本呢 还是比较多和纸胶带类型 我虽然比较少用这一种类型 不过呢 还是会驻足的在这里 看一下有什么样子 我会喜欢的图案 还有各种类型的贴纸 有佛菩萨款啊 以及不同的品牌 稍微扫试一下 你各位啊 这边还有各种品牌的墨水 包装之精美 那至于蜂蜡呢 除了传统用来概印的小蜡块之外 还有这一种蜂蜡 搭配的是蜡条 我现在在这个领域啊 完全还是处于那种 已知用苦的状态而已耶 那我们虽然才逛到二楼 不过呢 在窗边看一下 银座接近也很惬意 那就继续前进三楼 华丽的钢笔们来啦 这边呢都是我目前高攀不起的 我们就扫试一下就好 好啦 倒是有品质也很不错 我们也很常见的 拉美钢笔可以看一下 至于这层楼的墨水品牌呢 种类也非常的多 那衣动物很贴心 会帮墨水做sample 让你直接看到各种颜色 写在纸上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 这边呢还有名牌的精品文具 那我们略过 直奔四楼 到了四楼 会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皮件包包啊 还有手饰盒 以及各种的皮革制品 哦 这里还有这些这么多的 皮革外皮的活跃本本 虽然说我是TN的信徒 可是来到这边呢 看到这些美丽橙这个样子的手帐外皮 真的很需要压抑我自己想购物的澎湃心灵 各位看一下这款六孔夹的本本皮 这种藕粉芋头色 搭配玫瑰金的环扣 旁边还可以放一些小卡啊 放笔 感觉就很适合气质妹子使用耶 看到这么多本本的外皮 我就回想到以前最早刚开始 我要挑选 到底是想使用哪一种 事物型的手帐的时候啊 我最新想到的就是这种 孔夹的活跃本 因为我是一个写错字啊 就要整面撕掉的人嘛 那可是呢 就一直找不到命令的手帐外皮 然后我发现TN的存在 就一直使用到现在了 如果说我刚开始找手帐外皮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丰富又好看的款式 那很有可能我现在就是在使用它们耶 继续看这些活跃本的内页啊 是依照功能的差异陈列的哦 大多数的事物型需求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而且款式尺寸都非常多 好喜欢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喜欢的内页 想自己做的话 这边还有这种自制工具耶 好赞赞哦 这里呢是办公用品为主的 我们常见的原子笔啊 还有中性笔门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还有笔带笔芯 各种的胶带 口红胶用品 很多很多我们在一般的文具店 都可以看见的事物型文具 这边全部都有哦 那另外呢 这里还有这种客具化的印章 你可以选择喜欢的外壳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有哪些姓氏好了 这里有不少和文具关联性比较不大的家具用品 你看这边是厨房的 还有各种摆设 看起来质感都很优秀 不过我们呢 还是要朝文具用品来前进 所以我们就继续上楼吧 噢各位 我再受不了这种有秩序的彩虹配色了 这面墙光是这样子看着就很舒服 像这边单纯的大地色系啊 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和纸质耶 那至于灰黑色系 不同的纹路也非常明显哦 整面浏览起来 真的是想要在原地鼓掌 这边呢还有各种美术用品 像是水彩笔啊 各种排列很整齐的水彩颜料 依照不同的品牌不同色系排列 你喜欢什么颜色 就把小抽屉抽出来看一下 它们的色铅笔也是依照颜色摆放好的哦 真的是边看边赞叹这一片美好 好的 各位这种每天撕一张的日历 撕完会变成美丽的风景 那一个冲动呢 很有可能是一天抽完一年份 好最后我们要到八楼咯 这里有好多贴纸和手工应用品门 水晶印章的数量也蛮多的 还有一般的小印章 旁边还有剪刀类的小工具 还有这种像是钢弹 但它其实是纸雕的DIY素材 可以按照你喜欢的主题 做出不同的纸一品 看到这边它有不同的背景纸 如果各位想要做纸张书衣 或是想要帮你的拼贴打底啊 完全适合在这边多买几张 不过呢有一些纸材比较柔软 如果想运回台湾的话 要思考一下怎么样携带才不会折到它 好这边还有书籍 以及各种的色纸素材 可以教你怎么样折出美丽的工艺品 这边造型打孔机也可以试用一下哦 哒哒 小学人出现 好我们看到 还有旋路的楼年印章区 各位如果需要做贺年卡 又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 可以购买这种印章 当然它们还有很贴心的盖章示范哦 那有了印章呢 搭配使用的各种品牌印尼也是非常的多 好啦各位 我逛完了一东屋的本馆楼 可以看到我进场的时候天是亮的嘛 出来室外就已经天黑了 文具空的单纯快乐就是这样子吧 那从后门离开的我们 开始可以看到一东屋的K管 这一栋也有六层楼哦 那距离两家一东屋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家loft 如果各位有到日本的东京迎做旅游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排一个半天行程 感受一下文具空的快乐吧 每一次的文具店人生 都希望可以用一个文具空的市场 逛我喜欢的文具店 带各位看一下文具空给你们的美好 与传播这份快乐 一起来感受每一家店的特色和氛围吧 不管没有任何感想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文具店人生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